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卫英的表情又怎能躲得过蓝湛的目光 卫英 刚出生 蓝湛 你老实告诉我 你有没有整过容 蓝湛本来想安慰她 刚出生的宝宝都是这样的 过几天就好看了 结果 她话还没出口 卫英就先怀疑自己的颜值真假问题了 蓝湛欲哭无泪 这 跳进黄河也细不清呀 毕竟自己小时候的长相 跟现在确实是相差蛮大的 不是俗称女大十八边吗 男的也一样吧 卫英 我发誓 别说整容 我连面膜都没碰过 绝对货真假时 天生励志 不信 你捏捏 用力揪一下 蓝湛拉着卫英的手 放到自己的鼻梁处 卫英还没来得及说话 令医生啼哭又来了 恭喜两位 是弟弟哦 望现二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的喜悦和激动肉眼可见 蓝湛 原来我梦见的是真的 躺在手术台上的人儿小脸还是苍白的 可脸上的笑容灿烂的连太阳都自叹不如 蓝湛俯身亲上了他的嘴角 满目眷恋 卫英 谢谢你 若不是有你 我这一生都体会不到这样的幸福 还有 对不起 为我没能好好地保护你 从今往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好的坏的 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绝不隐瞒 嗯 卫英哽咽落泪 我这蓝湛的手掌紧了紧 以后都不分开 我们一家四口 好 在蓝湛的同意下 护士们先把宝宝抱出手术室外 给长辈们看看 自己则陪在卫英身边 等医生把伤口缝好 外面的一拨人早就盼到脖子都长了 尤其是卫母和蓝母 亲家母 你说宝宝怎么还不出来 卫母拽着蓝母的手 两人坐在长椅上 远远望其道挺像姐妹的 卫长泽和蓝西辰两个大男人 则是一左一右的站着 别担心 忘记进去了 阿贤肯定没事的 再等等 蓝母拍了拍她的手 轻声安抚着 话音刚落 手术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两个护士一前一后 抱着两个宝宝出来 出来了 出来了两个站着的还没坐着的跑得快 以晃眼的功夫 奶奶和外婆就已经忍受一个娃了 卫长泽看着自己伸出的手 看看地放了下来 护士们更是惊 都还没来得及介绍呢 怀抱已经空了 护士 这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蓝母掩饰不住的兴奋 看护士点头后 手都不禁轻颤了 要不是还抱着宝宝 蓝西辰怀疑 她该原地蹦打起来了 藏色 我们有女儿了 哦 不对 是孙女 我们有孙女了 谢谢老天爷 不是 要谢谢线线 满足了我生女儿的愿望 蓝西辰同情地忘了为母怀里的滴滴一言 不是你的错 是性别的错 因为蓝家实在是好几代都没见过女娃了 没事 伯伯会疼你的 病房里 卫英促着眉心 望着不远处沙发上那两个贵妇 藏色 你有没有发现 姐姐长得像旺鸡 弟弟长得像线线 亲家母 你这一说 还真的有点像呢 你看姐姐的眼睛 也是浅色的 对呀 对呀 我就说嘛 不过 爱 蓝母重重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魏母疑惑 说得好好的 怎么就叹气起来了 该不会性格也像吧 蓝战 魏英 魏英抬头瞄了某人一眼 铁青着脸 看来某人被亲妈嫌弃 也是会憋屈的 魏英决定好好安慰安慰她 那个妈 爱两个妈妈同时应了 要不 你们把宝宝抱到隔壁房间去 哦 哦 好 差点忘了线线要休息的 走 藏色 我们到隔壁房间去陪宝宝玩 两人喜滋滋的一人抱一个娃 快乐的像俩喜剧似的 魏英轻笑着摇头 可算是满足了这俩妈想抱孙的愿望了 蓝战 去把门关上 蓝战以为她闲嘲 乖乖的去关门了 转头却看到某人艰难的挪动身子 蓝战慌忙上前 小心翼翼的扶着她 怎么了 躺累了吗 小心伤口 没事 我又不是瓷娃娃 哪那么脆弱 魏英拍了拍空出来的床位 上来 呃 蓝战低汗 宝贝 你这伤口才刚缝针呢 你想到哪去了 人家是看你才刚醒过来 才好心让半边床你躺一会 不要散了 魏英故意嘟着嘴 傲娇得长腿一伸 就要把床位站回来 咬 咬 咬 蓝战忙不迭甩掉鞋子就躺了上去 动作很急 却又很温柔 万分小心的 怕碰到魏英的伤口 可是他人还没躺稳 某人就自动自发的挤进了他的怀里 魏英 蓝战用手掌吁吁的挡了他一下 这个人 闹起来可是不分轻重的 等会伤口裂开了怎么办 没事 魏英嗲乖道 声音娇气得很 蓝战骨头都缩掉了一半 这人 可太会折磨人了 蓝战魏英小头颅 靠在蓝战的肩膀上 等蓝战低头亲了一下 他柔软的发丝 轻声应着 你还没告诉我 你那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不告而别 魏英对这个事可是耿耿于怀的 蓝战过了好一会 都没有出声 那天晚上 你是不是出去找我了 恩你都看到了 恩你这个傻瓜魏英亲垂了一下他的胸膛 就只是这样 你就认定我喜欢师兄了 你就不会问一下吗 对不起 魏英 我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间就像疯了一样 我还那样折腾你 回国之后 我就后悔了 但是又没远去见你 后来 公司又发生了突发事情 这一拖延 魏英 是我不好 让你受苦了 魏英想起刚怀孕时那段时间 吃不好 睡不着 晚上出去散步也是孤身一人 不敢打电话回家 心里有苦也只能忍着 说不委屈是假的 有时 生气到极点的时候 真的就想永远都不回来了 也不让这个坏家伙知道宝宝的存在 可是想归想 他还是做不到 因为他真的很想念他 心里再痛都抵不过思念的苦